大家好 我是Lian 中文名字是李妍 你們好 我是怎樣入行的呢 因為我姐姐也是演員的 在ViuTV認識了一些幕後的製作人員 後來她們發現原來Renya的妹妹也有拍攝 所以就有找我去參與一些真人秀 我未入行之前就做活動製作 兩者的性質很類似 一個就跳出來做 一個就在幕後幫一些藝術 可能是做一些管理的事情 就是管理了一個活動 你要邀請藝術 現在可能有些人會邀請我 自己其實兩樣都喜歡做的 我覺得各自 幕前和幕後都有各自的樂趣 在裡面 參與了學神出沒主義這個真人秀之後 就有幫她們做文化節目 叫做舉高雙手 然後也有做嘉賓 參與過這個水著考有感覺 如果是拍劇或拍戲的話 其實性感尺度可以大一點 但當然也是三點不露 我想走一些搞笑的路線 因為我自己個人本身都比較喜歡 開心 說笑 我反而不是那麼偏好 走一些很女神的路線 自己出來搞笑 大家開心比較好 我經常出一些故事 說一些故事 我的支持者和朋友都會回答我 你的故事真的很好笑 他們是直接說 有時做事悶悶地 他們會開我的故事出來 看看我會不會又說一些很無聊很搞笑的東西 我是看周星馳看得大的 爸爸媽媽是買周星馳的救賓芝麻官 做故專家給我看 所以一直以來都很喜歡她 另外就是王子華 也是毫不得了 她的動篤笑也是會loop完又loop的 台灣的小S 她那個應變技巧很好 女藝術來講 她又很玩得 也很喜歡看她做的節目 她很nice 因為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她一化妝坐在我對面 工作人員給她稿的時候 她會很主動地給你 又會很樂意不斷和你們 說笑和聊天 她是完全凌駕子的 我也覺得她是近年 比較成功的藝術來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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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